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母亲本不愿出来的 她老了 身体不好 走远一点就觉得很累 我说 正因为如此才应该多走走 母亲幸福地点点头 便去拿外套 她现在很听我的话 就像我小时候很听她的话一样 这蓝芳初春的田野 大块小块的心绿随意地扑着 有的浓 有的淡 树上的嫩芽也密了 田里的冬水也咕咕地起着水泡 这一切都使人像这一样东西 生命 我和母亲走在前面 我的妻子和儿子走在后面 小家伙突然叫起来 前面也是妈妈和儿子 后面也是妈妈和儿子 我们都笑了 后来发生了分歧 母亲要走大路 大路平顺 我的儿子要走小路 小路有意思 我的母亲老了 她早已习惯听从她强壮的儿子 我的儿子还小 她还习惯听从她高大的父亲 妻子呢 在外面 她总是听我的 一刹时 我感到了责任的重大 我决定委屈儿子 因为我半同她的时日还长 我说 走大路 但是母亲摸摸孙儿的小脑瓜 变了主意 还是走小路吧 她的眼随小路望去 我走不过去的地方 你就背着我 母亲对我说 这样 我们在阳光下 向着那菜花 桑树和鱼塘走去 到了一处 我蹲下来 背起了母亲 妻子也蹲下来 背起了儿子 我的母亲虽然高大 然而很瘦 自然不算重 儿子呢 虽然很胖 毕竟幼小 自然也轻 但我和妻子 都是慢慢地 稳稳地 走得很仔细 好像 我背上的 从她背上的夹起来 就是整个世界 嗯 好了 今天的朗诵就到这里 我之所以选择这篇文章呢 其实是 希望大家啊 跟我一起能够珍惜 和家人在一起的这个幸福时光 我是孙一航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感谢您的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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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您的收听